大家好 我是富丹大学的老师 梁如安 今天可以说是在一个爱情和婚姻旅里面 特别的严峻的时刻 也是特别有难度的时刻 看什么是爱呢 我搞不懂 但爱一定不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胡思乱想 反反复复的眼泪 我很难一次就去看对一个人 爱对一个人 我们今天每个人那些深处都是战场 每个人自己深处都是强盛不断 每天都在打内战 一个人跟自己拼铁碰碰打得一岔糊 我们在不停地加班 不停地努力 自我纠结 自我矛盾 这就是我们今天年轻人的现实深处 很多年轻人都跟我聊起他们这方面的很多经历 有些经历是很刺痛的 也让他们很困惑 很多人觉得这个婚姻难以实现 那么恋爱更难寻 恋爱为什么那么难 我们如何面对这种难 每个人在互相相遇的时候都是萍水相逢 都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切面 人 我们今天的人 在现在社会里面 他身上很多元很复杂 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一个面 或者是他想呈现给你看到 或者是你只能看到 所以我们面对人的时候 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就一个人也在不断地变化 怎么叫年轻 年轻是不成熟的 都在路上 所以我们很难一次就去看对一个人 一次很难就去爱对一个人 甚至连婚姻来说 一次就把婚接对 这个概率现在也很低 这就是我们今天年轻人的现实生存 很多年轻人都跟我聊起 他们这方面的很多经历 有些经历是很刺痛的 也让他们很困惑 很多人觉得这个婚姻难以实现 那么恋爱更难寻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这个问题 一起来讨论讨论 然后看看我们如何去破题 如何去打开我们 一个非常真情实义的 这么一个爱情 不结婚一辈子一个人过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有的年轻人现在 就是找不到好的爱人 然后他就不想结婚 不想结婚 但是又考虑到自己将来老了 哎呀没有伴啊 一个人面临生活的各种风风雨雨啊 哎呀一个人就很孤独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首先一点 就历史上你看 很多人是一辈子过了一生的 有最著名的你想想姐奥斯丁 22岁就写出来 傲慢评论的初稿 人家一辈子没结婚了 你别说更多的 其他的什么牛顿啊 什么什么都没结婚了 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点 有自己喜欢的事 但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精神王国 你有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 然后这时候呢 你那个孤独恐怕就会振振袭来 但是呢你也会有自己坚定的资历 就我们今天可以穿的很好的衣服 很有品味的生活 所以外形很好很精致 但是内部是个散的 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该追求什么价值 该干什么事 所以你那个孤独是你面对时代的孤独 你面对社会的孤独 你面对文化的孤独 你没有把自己当作变成 通过自己的创造性 变成这个世界的 富于原创的一部分 所以你没有家园啊 一个人如果没有出路 他就把自己的出路挂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觉得每一个人我就活不下去了 把那个人能给我提供 我所需要的情感安慰 我的生存依靠 我都通过那个人都可以给我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很多人 他的那个孤独质量不高 我们需要一种高质量的孤独 什么叫高质量孤独呢 高质量的孤独 是意识到自己的唯一性 自己有自己的特别性 可能有些东西没有被人理解 可能难以找到一个知己 或者说难以找到一个情感的 双方可以深度的契合的人 但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自信 充满了自己的生长感 自己像一棵树 不断的在长叶子 该开花该怎么样 都在一点点的在生长 科尔凯古尔他自己有本书叫 《致命的疾病》 他人分析这个绝望啊 就是痛苦的人 在科尔凯古尔说看起来 就是抛弃自己的人 不拥有自己的人 如果你是一种不断的在成长 不断在学习的一个孤独 你要喜欢自己 要肯定自己 一生中的你要有自己的一个力量 我觉得这就很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你找到了自己的知点 你就找到了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巴黎 就是法国作家 巴贝里写的小说《刺猬的优雅》 里边那个米歇尔 这么一个中年女人 她也没什么高学历 就是个社会底层 然后在一个公寓里面做门房 别人看起来她也很普通 别人都不多看她一眼 就把她看成一个功能性的存在 这个米歇尔 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没什么 所以她自己就 跟大家心理上保持距离 关起门来的时候 在看《安娜卡伦琳娜》 有个日本人叫小金 小金一个看了五十多岁的人 她住进那个公寓 她忽然看到了这个米歇尔内心 她的那个眼神里面闪动的 那样一种文学的心情 她觉得她特别好 米歇尔后来慢慢慢慢 发现自己真的很好 很多人不看书 也没有文学 生活里那么循环 而她自己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体会 喜欢读书等等 到最后发现自己也是一个 可以有爱情的人 后来小金先生特别喜欢她 拿着酒来跟她找针 她一开始拒绝人家 到最后呢 越来越融合 可惜这个电影结局 米歇尔刚刚收拾得很好 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一出门被车撞死 观众觉得很遗憾的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它说明了一个道理 人是精神性的 没有精神的人 他永远是孤独的 可以说结了婚也是孤独的 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 最根本的问题 不是解决你的 找个朋友的恋爱对象的问题 结个婚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找到你自己的 这么一个精神的来源 找到你精神的立足之点 这个问题是超越一切的 你有了这个底气 有了这个内生长 其他都不在话下 这个问题你不想透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 前段时间一个爱情综艺片 就是《再见爱人》 那这里就引起很多年轻人的热议了 就分手之后附和邮标吗 在我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不能一个而论 我今天是一个成长的时代 是一个转型的时代 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所以我说一个人恋爱就像开花 我们都喜欢春天 那么美丽的阶段 一下子花一下子打开了 现在记忆里面它永远是特别的好 复合呢有时候 我们是在追回过去的美好 但是你要想一想 那个花季能不能追回来 所谓分手 其实有时候就是不是花不好 而是果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说要不要复合 关键是你是要什么复合 复合有两种 一种是消极的复合 消极的复合 它就是情感上有依赖性 没有资历 所以后来一离开的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很孤独很飘零 就是说自己的各种问题 是对方可以替你解决 所以这时候你觉得 哎呀忽然又想起它了 我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 复合了搞不好还要分 你是带着自己全部的问题 去依赖别人 所以自己你不是一个真正的 有力量的人啊 好的爱情是你是能给对方力量的 积极的复合 是两个人一同走过的这个爱 它里面有意义 有一种价值的层面 两个人是在一种 共同的热爱里面走到一起 所以我觉得很好的爱情就是 互相之间是热爱你的热爱 喜欢你的喜欢 也就是说我能在你的心里面 去爱这个世界 爱情本质上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 就像摄影里面 255级的明度 有极黑 有纯黑 有纯白 真正的纯黑纯白是特别特别少的 站在两端 中间是一个灰度 我们人都生活在这个灰度里面 这里面有很多杂念啊 有很多愿望 有很多互相内心冲突的东西 遇到一个爱的人 一下子男人像一个男人了 女人像一个女人了 他们离开了那些灰度 爱情就是很自然的吧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那个男女 爱情没有男女 就是在里面房子车子钱 没有性 没有两性 只有通用 所以这种爱情它没有那种纯粹啊 所以我们这个爱情本身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然化 我们获得我们真实的生命 我们活得很自然 这就是爱情了 所以这时候你跟一个人走在一起 然后你看到社会灰度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人类需要追求和改变的东西 两个人愿意为这个世界奉献一点新价值 然后两个人内心很阳光很自然 所以离开的时候 为一些事情对冲突了怎么样分手了 分手之后你才发现自己这个世界空掉了 又回到那个灰度里面去了 回到那个乱七八糟里面去了 所以特别的怀念当那个时候那种很单纯的爱 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世界 两个人都睡不着 辗转反侧啊 最后不知不觉的又要走到一起 我觉得这就很好 这就是一个积极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在海明威的小说这么一个硬汉 你是为写了那么多柔情男人 这就是爱嘛 他写的那个三个星期 在巴黎那个左岸 蒙帕纳斯大道 丁香园咖啡馆 狂写了几个星期 写出来的太阳照样生气 照样生气里边 那个布兰特和他的爱人杰克 为什么分手呢 因为杰克上前线意大利战场 中了七十多个蛋片 打成了一个性无能 回来以后面对布兰特 那么两个人没有性还怎么爱呢 很伤感啊 后来就分开 分开杰克还是伴随他 希望他找到新的爱人 你看布兰特遇到这个人 遇到那个人 遇到这个人 他最后觉得自己跟杰克 还是离不开 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之后 你看最后一段 使得多伤感啊 多深情 两个人坐在汽车里边 后来布兰特说啊 杰克啊 我们两个人如果能在一起多好啊 后来杰克就说啊 是啊是啊 这样想一想也很好啊 这些都很深情啊 所以为什么两个人又走到一起 他不一定真的能够结婚 但是他俩情感上是永远会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复合嘛 他就重逢 那么为什么不能复合呢 你说那个著名的小说 《罗里塔》 《罗里塔》 哎呀 十几岁 十三四岁爱上这个赫木特 赫木特三十八岁 离了婚的一个男人 两个人最后开着个车在路上跑 后来罗里塔被拍色情片的人勾引走了 结了婚了 丈夫失业了 需要她来救助 后来赫木特一口气 马上开着车去她那里 找到她 把自己全部的积蓄五千美元带去 全部给她 但是跟她提出来 你能不能再跟我走 《罗里塔》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宁可回到当年 骗我去拍色情片的人身边 我也不愿意到你身边 那为什么 生命不一致 《罗里塔》是个少女 她要拥有自己的世界 所有的伤 所有的痛 所有的错 都要自己经过 你不能变成我的牢笼 她希望自己 有自己的真实的生命 所以不是你 赫木特给我设定的 你是个好人 你特别好 但是呢 我不能这样跟你去生活 所以我可以治苦 但是这个苦 也是我自己生命中应该有的 有时候想回避生活的难度 我们去找复合 可能就失去自己的 那么一个 在现代生活里面的生命过程 所以到底分手之后 要不要复合啊 这个问题呢 还是要自己有一个 特别清楚的判断 把你自己这个恋爱和分手 为什么分手 到底是一种 两个人有不可分离的共同性 还是你只是一种不适 或者一种孤独 或者说你还有很多 要依赖对方的问题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这个宁可看甜宠剧 也不愿意谈恋 往往说啊 说自己可以单身 但是自己的这个CP啊 一定要结婚 所以这里面啊 我们说作为一个年轻人 就希望这个生活里面 充满了给自己内心里面 一种向往的一种爱情 然后让他能够在一个艺术片里面啊 或者在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啊 电影里面来实现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 我们这观众主者 他的期待就是期待看到走到一起 但是我们的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是我们今天人 是越来越难走到一起 我们现在看不到什么正了八景的一个很深刻的小说或者电影 能把两个精神世界很复杂的人 最后他们怎么历经折难 最后互相看见互相走到一起 这个写很难啊 你对导演 你对作家 你对编剧很高的要求啊 那么什么好写呢 甜宠 甜宠好写 那男主如何如何无限甜 无限的宠 然后呢 女主呢 无限的甜 然后呢 越宠越甜 越甜越宠 越宠越甜 哎呀 就看上去是真是美好啊 里面空空如也 你看典型的剧 韩国电影 我的野外女友 你看里面那个男主牵牛 那边是女生那里开的大会 男主拿这个玫瑰 哎呀走进去 然后上台献给他什么的 全场女生 这都慌惑啊 有一个作家告诉我 说我们中国的现在男女 爱情都是被韩剧搞坏的 那大家不能说这么绝对啊 但是这个甜宠啊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人生的甜酸苦辣全都有 甜宠就只想甜 好像甜就是唯一的 所以我自己有个体会啊 我来到上海来住大学 后来呢 上海最有名的月饼是新花楼 那个新花楼月饼里 有一种五人月饼 我第一次吃啊实在是习惯 那里边什么杏仁啊 什么奶爸什么都有五种 有的就有点苦 我就喜欢在北方 我在西安生活都形成的习惯 就喜欢吃那个豆沙的甜嘛 我最后我最喜欢的就是五人 为什么呢 五种味道啊 人生就是五味俱全啊 就人生就是在 甜酸苦辣里面各种各样的经历 然后你才理解 你的生命才会不断的有生化 然后你不断的才打开 爱情更是这样啊 你说甜宠养出来的爱情 将来怎么面对风雨啊 怎么面对人生的艰难痛苦 所以我们怎么去 这个关键问题 我们怎么去真正的走出甜宠 然后呢我们去建设一个好爱情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幸福归根到底 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创造的 失去了这个 这种创造力 失去了这个共同的成长 这个爱情呢 就变得非常的虚幻 没有那些踏实人 就不断要放大这个 不断地就要去需要这个甜 所以你在这个甜池里面 弄得越演越烈啊 实际上你自己就越来越空心化 所以生活需不需要有点苦呢 爱情需不需要有点苦 我觉得是完全需要 很多人是回避这个苦 爱情好像是一个 创造出了另外一种生活 跟我们的人世间 所要经历的这一些干苦 好像要分离出去 把那个苦分出去 只留下干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美国思想家 这个罗洛梅 他有一句话我非常赞成 说不经历痛苦 不生而为人 你是一个人在谈恋爱 你没有经历痛苦 你根本就是没有正了八角 真正的成为一个人 适度的填宠 其实也是必要的 也算美好的 那天我看到一个男生 站在那个学校那个大餐厅 出来的时候 下暴雨了 哇 望着满天雨 看着他正在 哎呀 觉得怎么办 走不了 我站了一会儿 忽然看见那个女朋友打着伞 冒着雨 大风之中奔来了 哇 这个男生真是感动的站在那里 一下子觉得 哎呀 这个真是特别的这个 后来他发了个微信 就说我怎么人生这么有幸啊 今天真是我真是最幸福的一天了 就是那种心里边互相能够真正的 共惊风雨是吧 互相呵护 这很美好 所以适度的填宠 然后呢 有一个无限两个人共同的追求 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 我也希望大家拥有这份幸福 这个田狗本身 它的这种好像无限包容 它的这种好像无限的迎合 似乎是一种很深的爱情 但是其实你真正看 它里面问题很大 《村上春树》 它的小说《Lonus and Lily》 初美让我最感叹了 他面对泳泽这个男人 这个小伙子很精神很睿智 浑身有活力 但是他跟初美谈恋爱 然后又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 私混 跟那么多女孩子上床 还带着那个杜鞭 玩这个四人游戏 初美就无限的接受她 最后你看 爱她那么多年 最后不得不跟她分手 分手之后嫁给一个人 两年以后割腕自杀 这么美好的个女孩子 就是在这种无限的舔 无限的付出给对方 最后失去自己 尽管分手了 自己也失去了这个世界 过程中青春消失 精神内部消失 空白了 没法再重建生活 但我后来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也理解一点 就是被舔的人 其实也是很难过 然后你对我的这种无限好 就对我带来一个道德的欠救 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 我在好里面搞不好 就是对你一个限定啊 不断地加重你的罪孽 所以说田狗不是一种爱啊 田狗说到底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爱 它是互相摧毁 所以我们说 加拿大的心理学家 哥夫曼 他觉得啊 就是现在生活有个误区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人生 渲染于一个固执里面 生活变成一种演技 你说我们任何 我就不相信一个正常的人 他的人生史面就是田狗 他的本性就是田狗 他有他其他各种各样的 那种生活的愿望 但是为什么田狗 因为田狗好像对他来说 标志着爱情啊 所以变成一个剧本了 变成一个我必须去完成的东西 所以哥夫曼就发现 我们现在人生 很多地方变成一个演技了 就是用一个虚构的 这么一个深情 虚构的大情圣的 这么一个形象 来规定自己 然后不知不觉的 代入感 沉浸感 逐渐逐渐的觉得 自己就是这个角色 对 我觉得 就是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真的要活着 你真的要存在啊 你连自己都不存在了 你只是去指挥去田 那你还有什么价值 可能自己都没有自己的生命 又没有原则性 又没有自我尊重 又没有自我发展 你光靠你的所谓的田 我总结下来 全世界真正靠田去获得爱情的 没几个人 后来的下场都不好 舔到最后呢 忽然发现眼前一黑 啥都没有了 这种情况是太多了 一个忙着半死的 学那么多东西要学的人 哪里那么多时间去舔 我们年轻的时代 太珍贵了 这个时间 你是今天你去舔的那一天有一天 将来你用十倍的时间都挽救不回来 你要让对方看到希望 让对方看到美好 看到你是一个有价值的 自尊的 努力的 能创造的人 这个是最好的 给对方最好的情感 凡是填朴之路问题 你就问问自己 我这么舔着 有没有未来 别人都在大步的走 你这样 你自己心里 你相信这样有未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需要你仔细地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社会女性来说 她自己的文化事业 精神内涵 然后资历专业能力都很强 所以对男性相应地说 她的期待不一样 这期待是一个能够知心 能够知意 然后两个人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 说话都在点子上 所以你看这个 大国作家莫里亚克 后来获得诺贝尔人学奖 她在1932年写的小说 《给麻风病人的闻》 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子 非常有自己的精神的向往 结果呢 家里给她安排了门当户对 嫁给一个没什么趋路的 那么一个也没什么精神的人 她就是有社会的地位 有钱而已 却就被迫结婚了 所以每次这个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男人也悲痛 女的也悲痛 因为这个男人最后感觉到 妻子她闻她妻子的时候 她觉得妻子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面对一个病人 然后面对一个麻风病的闻 就忍住满心的厌恶 然后呢去给她闻 所以男的社会的自尊心也很痛苦啊 觉得自己像一个威脸的虫 被对方这样俯视着 给你一点点施舍 所以双方都不幸福 所以从我的观念来说 就是这样 你绝对绝对不能跟一个自己 心里不接受的人解放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时候的普世的规律 当然性别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对立呢 我觉得也有我们现实的原因 就是那个克尔默夫妇 这个电影我们今天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女主人乔安娜 她的丈夫那么努力 结婚以后为了使这个家过得更好 天天拼命工作 工作之后呢 获得更高的收入 结婚六年之后 欢天喜就回来了 想告诉妻子 我又升职了 哎呀我也可以给家里带来更多的收入了 结果没想到一回家看到什么呢 看到妻子提了个手机箱 那感想正在要离家出走 要跟她离婚 她就说啊 结婚这几年以来 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好像丈夫觉得我自己 她整天工作带回来钱 我自己整天做饭带孩子 她已经对我很好 我在内心里面的那种对自己的焦虑 对自己呢 那么一种生活在哪里 我自己的生命在哪里 她丝毫不能体会 所以逐渐逐渐的积累 就知道自己在这样生活下去 自己就完全是个空白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完全变成就是一种依赖性 就在这种细小的渊源柴米里面 就被淹没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我是有这么个认识 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女性 对男性就越来越觉得不需要了 这个其实是活得很严肃的 活得非常认真 活得非常的自己有一种 对生命的强大的 或者说是强烈的 这么一种反思感 就是在生活里面呢 很多女性现在开始思考 我自己需要一个什么生活 我要见识一个什么生活 我自己是谁 两个人立刻就不同了 里面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复杂性 马上说成为的增长 然后呢要做加减法 为了适应双方的共同性 那么我身上那些 不利于两个人 共同的东西就要做减法 然后呢两个人有利于的 我要做加法 我增长的部分是我需要的 我知道我会喜欢 那就很好 我要剪掉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就我跟你相爱 那些部分就无所谓了 那也很好 所以我在生活里面 我看到有一些夫妻 或者也是恋人 他们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彼此有改变 而且改变得很幸福 觉得我愿意改 有时候呢 可能必须多地感受到对方的 让我不适应的一面 这方面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对一些生活的理解 还不够深切吧 我读的小说里面 日本作家知何之灾 他写的那个《暗夜行路》 里面那个签作啊 《时润签作》 生活里面呢 从小呢 身体很弱 然后对生活呢 也很多期待 到最后真正是 结婚呢 是跟一个叫 侄子的姑娘结婚 这种希望在对方身上 获得这种 就像一个摩爱一样的情感 但是侄子呢 就觉得 好像这个丈夫 好像始终觉得很孩子一样 很脆弱 但是侄子呢 希望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精神温暖 所以这时候呢 两个人的情感 就一直就调整不好 后来侄子呢 甚至跟别的男人 后来就有了一种 所谓的出轨的关系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时润签作》 就更痛苦了 心里充满了对妻子的恨 最后重病快要去世之前 放下的一切 忽然才感觉到妻子不容易 自己没有给他幸福 哎呀 觉得这个妻子真不容易 所以最后是在一种微笑中 跟妻子的微笑 然后才去世 就化解了所有 所以我们人生世界 是充满了情绪的 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情绪里面 就摆脱不了 用精神分析的角度看 人还是在强大的潜意识的控制下 然后人在内心深处 在弗雷德形容起来 就是一片小火山 里面充满了创伤 从小到大是修得太多 所以这时候你总希望在对方身上 看到一种安慰 让自己不断的有一种那种心里的 那种实现感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男人也是这样啊 不是说只有女性这样 男性也是这样 所以你这样去期待别人 是永远是失望的 女生不觉得男生让你失望 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你自己要做一个不让人失望的人 你要问一问自己 你是不是一个给人希望的人 然后呢 你是这样一个人 你这个眼睛会看到一个让你不失望的人 这个是互相看见的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怕恋爱 不要怕结婚 这不是说这个恋爱不好 结婚不好 是你自己现在没有 好好地理解这个事情 是你自己练得不对 爱得不对 才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说 还是要鼓励恋爱啊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在我们中国现在谈一场好恋爱 就是要需要这么一点的简单性 你们两个人当年 只要你发自内心 不是看了半天 这家伙穿得好 学历好 钱多 然后脑子里计算机一转 不错 这样走在一起的很脆弱 但是就是心动那一刻 哎呀觉得他 一下子让自己恍然一下排除了一切 恍然一下子心里觉得很入心 这个太珍贵了 一定要珍惜这个出发点 这是心灵的东西 然后你有这份心情就好 两个人像孩子一样 天真一点 去维护他 学习怎么爱 然后一点一点的走 我觉得这就是个好爱情 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 我说到底 一个人他要去支撑自己面临的这么一个 一片迷茫的世界很难很难 然后呢你要两个人一起构造一个小世界 把生活成爱落定 我们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里边 我只取那一瓢饮 只取那一个 两个人最后形成一个 这是个特别好的 这么一个生活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在恋爱中学会恋爱 然后学会我们在一起建设生活 我们今天的爱情 我们说可以有各种活法 最好的活法 就是在爱情中一起去建设 一起去成长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人生 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在一起建设生活 每个人很多年代 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有些个人 是在学生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